过滤终于到了,装上就可以养鱼了 因为我们是裸钢羊孔雀鱼的,所以我买了一个水腰筋过滤 好吧,这过滤感觉还挺好的 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培菌的斗 好吧,咱先把它组装起来 先往这个小斗里面加几个 这个培菌的斗 培菌的斗 军石英球 再搞两颗大的 再把这个盖上 装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水泵给接上 这里其实有一个抽水泵的 看一下啊,它的工作原理呢 这是水啊,是通过这些小孔啊 外面还有一个滤棉 通过这些小孔 然后导到这个培菌的这个小盒子里 然后从这里导出来 然后从顶部啊,再返回到鱼缸中啊 这就是这个进水原理啊 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培菌的功效啊 好吧 诶,我怎么成了一个开箱博主了呀 哈哈哈哈 不对,好吧 非要不得说我们赶紧把这个东西给清洗一下 然后就放进钢里,好吧 洗干净了啊,我们把它装上去吧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哎呀,这个过滤就算装好了啊 非常的完美 好像还有一个打痒的我们装上去试一下 哎,这就对了 是吧 好像还是挺不错的啊 好了,那我们这个过滤的装好了 然后明天估计就可以放鱼了 哎,我的鱼呢 我的鱼好像还没买呢 好吧,不说了 我要下去买鱼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我 我是养鱼人小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